大家好,歡迎大家對中國歷史文化課程感興趣 我就是現任的中國歷史文化課程統籌 我今天會跟大家講一講我們中國歷史文化的課程 希望大家對我們的課程會有多點了解 當然歡迎大家入了港大之後 就修讀我們課程的各個科目 我們中國歷史文化就是中文學院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基本上用中文作為受課語言 所以整個介紹都會用中文、廣東話進行 我們課程主要用廣東話 但也有部分老師會用普通話 但大體也會用中文 當然將來也會有藥乾科目 會有可能用英文上課 當然也會用到一些英文材料 但主要的教學語言都是中文的 其實中文學院是比較特別的 比起其他院校 可能有中文系、歷史系、自學系 或者文化研究 我們其實中文學院就是 除了中國歷史文化之外 還有中國文學翻譯 整體中文學院都是一個文史哲不分家的學院 這個部分反映在我們中國歷史文化的課程 我一會兒就會介紹 當然另一方面就是 都承繼香港大學文學院的精神和特色 其實我們都比較著重自由度 還有選擇性 所以一會兒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我們是容許同學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自己去進行一些科目的組合 在自己有興趣的範圍或者方向發展 我們中國歷史文化 名字其實都反映到 我們其實不僅僅只是講歷史 我們同時都講文化 當然你說中國文化很廣泛 所以原則上 所有和中國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課程都可以涵蓋 但事實上我們就沒有辦法 將所有的部分都教授 所以大體來說 我們都會區分兩個大的範圍 就是歷史的部分和文化的部分 而文化的部分目前都集中在思想和宗教的面向 當然還有一些民族的文化 我一會兒都會講一講 所以中國歷史文化這個課程 其實內容很豐富 一如我剛剛所說 其實在整個香港來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課程 因為不是只是歷史 也不是只是文化 甚至不是只是哲學思想 而是兩者的互動 其實通過這個方式 大家其實更加能夠了解到 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 或者對中國傳統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了解 例如從初年級的課程來說 我這裡只是舉一些例子 顯示我們會有一些歷史的課程 例如CHIN1201 CHIN其實就是中文學院 大家如果見到 所有CHIN頭的科目 其實都是中文學院開辦的科目 那麼我們中國歷史文化課程都不例外 那麼一二這個 這個二字其實就是表示歷史文化課程 一就會文學語、語言 三就是翻譯 所以基本上有個二字 而又是CHIN 就會是屬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科目 那麼我們除了一些歷史科目有些什麼呢 例如中國歷史專題 一二零一 一二零五 中國歷史概論 一二一一 中國歷代經濟與社會發展 一二一二 中國通事 那麼你會看到涵蓋歷史範疇的不同部份 有些比較專門的討論 有些比較概括的討論 亦有經濟社會的方面 乃至整個歷史的通論 這個是初年級 就是中國歷史的一些科目的舉例 而文化方面都可以有一些舉例 譬如 CHIN1206 中國思想概論 其實這些科目就是 目前由我教授的 我自己其實是 自己的研究和教學 都是著重在思想哲學方面的 所以我都會教中國思想概論 另外都有其他的 和文化比較相關的科目 譬如一二零七 傳統中國文化 一二一三 民族學與現代中國文化 一二一五 帝制中國宗教史 這個一二一三 我稍後都會說多一點 由我們另外一位同事開辦 其實這是一個暑期的農宿課程 大家可以去外地去體驗 中國民族文化的一些經歷 參與、參觀 我稍後都有一些圖片 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你會看到 思想、文化、宗教、民族學方面 其實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科目的 初年級的代表 當然也會有一些 其實歷史和文化並重的科目 譬如一二零三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與文化 其實就介紹 當代中國的一些歷史發展 和文化的發展 或者也要留意 其實我們講 中國歷史文化課程 比較著重中國傳統上 當然我們部分課程 都會講當代的中國 但大部分科目 都會看古代中國 和現代中國的互動 因為整個中國的傳統 當然是遠遠留長 所以又不只著重當代 反而比較著重文化的傳統 整個歷史的發展 這些面向 這些是一些初年級科目的舉例 當然也有一些高年級的科目 其實大致都可以分為 歷史和文化兩個方面 譬如歷史來講 就有秦漢史 魏晉南北朝史 徐唐史 宋遼金元史 明史 清史 我們會有 除了初年級的通史之外 高年級都會有六個 段代史的科目 希望對整個 古代中國的歷史 大家有機會了解 這也是相當特別的 因為 除了港大 中國歷史文化課程之外 就我所知 其他院校 其實沒有提供 這麼完善的段代史教學 這也是我們 中國歷史文化課程的特色 我們也希望延續它 希望大家至少對 古代中國的 各個朝代 有些基本的認識 除了這些段代史之外 我們有 跟中國歷史的各個不同的面向 我這裡只是舉了一些例子 譬如中國法制史 考試史 有時候會有一些教育史 那方面 希望在不同的角度 對中國的歷史傳統 過去發生的事件 制度 會有一個了解 文化方面 譬如中國哲學 一、二、三 瑜伽思想 道家思想 佛家思想 我剛剛說 我本人也是集中在思想哲學方面 暫時 這三科 二、五、一、二、五、二、五、三 都是由我教授的 就會從思想的角度去探究 中國思想的傳統 深入去探究 譬如先進漁學 老莊的思想 乃至佛家的一些發展 除了這些思想課之外 另外也有些思想史的課 我這裡沒有列出來 另外還有一些宗教方面 譬如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互動 有些是伊斯蘭教 甚至有聖文化史 或者文化交流史 當然 歷史和文化這個區分 是一個大體的區分 我們剛剛說 嚴格來說 是文史折不分家 歷史和文化當然是互相交融的 互相配合 大體來說 你可以劃分成兩部分 但當然他們是互相支援的 我們也覺得 在這兩個範疇 大家收到一些科目 對整體中國傳統 和中國文化的了解 就會更加全面和深入 這是課程的一個大致的介紹 給大家一些概念 就是中國歷史文化這個課程 到底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 我們會有歷史的面向 會有文化的面向 目的就是 希望通過這些科目的修讀 大家對中國文化傳統 中國歷史的發展 有一個全面深入的了解 因此對中國 尤其是古代中國 有一個紮實的掌握 有這個基礎 才能夠對當代中國的發展 其實才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捕捉 因為當代中國的很多 歷史的發展也好 制度的變遷 文化的傳承 其實都跟古代中國的文化傳統 息息相關 而這個進程當然還在發展 甚至包括了很多 多下的爭議 其實都有歷史文化的背景 這是一個課程內容 另外就稍微 在講課程要求之前 我剛剛講 我們1、2、1、3 其實都是我們一個 很有特色的科目 這裡都會給大家 看一看的海報 就是18、19年 我們就會去 基本上去台大 之前有去過北大 也有去過陝西大學 不同的地方會交流 大家在當地 有港大的老師 也有台大的老師 負責授課 是一個濃縮的課程 大家除了去聽課學習之外 也可以有些體驗 有很多的參觀 手作工作方 去體驗中國的傳統 和當代的一些民族文化 比如這些 其實是 這裡就是宋江老師的 最左手邊 中間這一幅照 最左手邊 其實就是課程的老師 宋江老師 也是現在的文學院的副院長 大家或者都聽到 如果參與資訊日 或者資訊月的活動 都或者會聽到他一些講解 這個課程都是由他去負責 很多謝他分享這些圖片 大家會看到 其實就是 往年同學去參加這個課程的時候 去台灣 主要是台北 去淡水 清水祖師這些巡遊 這些是親身的體驗 除了課程的學習之外 也有一些活動的參與 我們也有 若干課程有這些元素 比如參觀博物館 一些實地的考察 這個就是一個分享 課程的要求 很簡單地和大家講一講 我們有主婦修 另外當然就是選修 當然不同的學系 甚至不同學院的同學 都歡迎選修中國歷史文化的課程 大家特別感興趣的 主修、副修要求什麼呢? 我剛剛都說 其實我們品次這個文學院 那個開放自由的風格 其實是很彈性的 其實我們最少修讀72學分 12科 其實大家在歷史文化裏面 自行選取12科 編向歷史的可以 編向文化的都可以 兩個部份 即各自修一些都可以 大家視乎大家對相關科目的興趣 有一些很簡單的要求 要主修我們中國歷史文化課程 大家其實只需要 最基本的就是滿足 一年級的時候 就修讀任何一科初年級的課程 即是CHIN一二字頭的課程 任何一科就可以了 就可以作為宣稱 即作為我們的主修生 進而去修讀我們其他的課程 然後就計入主修要求裏面 除了這一科 必修科目作為主修的必要要求之外 大家初級課程裏面 另外就要收18個學分 然後在三、四年級的高級課程 就修讀四十二學分 加起來就66 另外就有一個總結性的課程 我們一般叫CAPSTONE 這個就是我們統一 就是三、二、二、一 專題研究 其實大部份同學都是寫論文的 當然都可以通過一些報告的形式 這個基本上就是 和導師有一個深入探究 即是在導師的指導之下 就同學感興趣的一個課題 進行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 希望通過這個深入的研究 去總結大家在主修課程的學習 如何運用之前學到的一些知識 總括性地展現出來 即是通過大家感興趣的範圍題目 去展示你們學習的成果 這是一個CAPSTONE的課程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架構 大家會看到其實那個要求很少的 因為是給大家多一點的自由和彈性 作自行的分配調整 這是一個主修的要求 副修生是類近主修生的 不過是36學分 一半的課程 除了都是一年級的必修科目之外 初年級、高年級的科目相對應有點減少 總共加上36學分 就可以作為中國歷史文化課程的副修生 副修生就沒有CAPSTONE的要求 大家亦不可以修讀 一定要主修生才可以修讀 這個是主副修的要求 當然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選修 我們的科目是 譬如覺得未必需要主修修 可以選修嗎?歡迎 基本上我們絕大部份課程 是開放給同學去選修的 我們的課程亦是相當受歡迎的 我們的課程 收到人數是非常之多 整個港大很多同學都會選修我們的課程 當然我們就非常歡迎大家主副修我們的課程 這個是主副修的要求 當然大家會關心出路的問題 其實我剛剛所說的 港大文學院是雙之有彈性自有道的 其實很多同學會有雙主修、雙副修的 我們都見到很多同學其實是雙主修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語言及文學的 變成在中文、中史方面都有一個很紮實的基礎 變成出去無論是教書或者就業 其實對語言及歷史的掌握都很紮實 其實顧著很多是很欣賞的 我們主要有很多同學會投身教課 剛剛所說的 雙主修的同學很多時候都會做老師 因為教中文也可以 教中史也可以 甚至教一些文化課 通識課也可以 所以很多同學是教界 有些同學就直接去學校教書 之後才讀教學文憑 也有同學先讀教學文憑 主修完中國歷史文化之後再讀教學文憑才去教書 這就視乎大家自己的安排 當然也有部校公務員 或者去一些博物館 甚至拍賣行這些機構 新聞界、出版界 做一些編輯、記者 因為大家會想到 在香港這個社會 其實對中國整體的了解很重要 歷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 一些典故、背景 很多時候有些國家領導人說一些典故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背後有沒有心意呢? 適合一些歷史事件 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這些大家如果讀了 中國歷史文化課程 都會幫助到大家去掌握這些層面 所以其實都會幫助到大家的就業 這是一個當然很簡單的介紹 希望大家對中國歷史文化課程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希望很快會在港大見到大家 在中國歷史文化課程和大家見面 歡迎大家修讀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當然如果有問題 都歡迎大家通過網上、電郵 或者向相關的同事去查詢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唷 西冷涯 西冷過 感谢观看